46岁港星男友当和尚,曾与吴京眼太极宗师,如今回TVB当绿叶。 要讲起一代阳光妹,你会想起哪一位女人呢?当中有一位你一定有见过,她就是最近由八点播出《爱回家开心宿地》中饰演龙杆妹的三房CMD的樊一敏,Amy。 之后八点半接触播出的《波士早晨》她就饰演一名为人诸事八卦的秘书喀姐,两套剧集都令不少观众都开始重新认识她,大赞她演的又唱的,还希望她可以受到TVB力捧。 1991年参加港姐的Amy当年在比赛中最终败给郭白铭、周嘉玲、蔡少芬,就获得最上镜小姐奖项。 选完港姐后凡一名加入TVB一拍剧,第一部作品是她来自天堂,她饰演第三女主角于慈温一角,之后陆续拍过不少剧集如《龙兄属弟》、《大捕快》、《娱乐插班生》等剧集,又曾和古剧《姬姬良荣》中搭档主持金歌新曲,更曾被导演耳东生看中,跟小龙女李若同意。 她一起合作参演电影《青春火花》。 当年她机会不是没有,却一直没有打红大紫。 樊一铭真正的视野大爆发,反而是离开TVB之后。 1996年她约满黎朝转战内地,同年参演了《太极宗师》,饰演陈小琪一角,和吴京组成情侣档。 放上主题曲,大家回忆一下。 平级大台多年的演技磨练,加上超高颜值,令内地观众眼前一亮,中令台一夜爆红。 2000年她平洋总正传在下议程,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《飞天将》三等女主角奖,是首位香港女演员入围《飞天将》女主角提名。 重看当年她的作品,某些角度还真有点Angela Baby的影子。 2000年,樊一铭与张卫健合作《起舞室》,在剧中扮演角色美女冷艳,虽然美艳,但一点都不冷,反而非常可爱洒脱。 在郑少秋主演的《神补》,又名《神剑万里追》,李扮演柳若水。 2007年她回流加入亚市,2012年又重返TVB,街拍《雷霆扫毒》《师傅》,明白了《单恋双成》等剧集。 ,样子美变仿佛被动灵,也慢慢成为稳定的绿叶角色,演技也获得肯定。 45岁樊一铭线近年在全职美女表现不俗,网友觉得她是美魔女。 就在她视野最高峰时,却被恋爱事情拖累,最大冲击必然是神童辉事件。 当时作用20亿身家的罗赵辉向记者打爆她在娱乐圈的风流时,揭露她自己和某些富豪跟女明星之间的关系和性交易甚至性癖好,一时激起迁迟浪,引来香港娱乐圈大地震。 中招的女仪人形象大受打击,包括袁永怡,孙家军,麦佳琪,任杠秀等,樊一铭也不幸免,因为据说她是罗赵辉第一任圈中女友,两人秘密交往五年。 罗赵辉曾说,以前没有给樊一铭太多钱花,又骂她杀女,背着她和何宝生拍拖。 多年后房一铭接受访问,提起往事有点唏嘘,却直言两人从没拍拖。 室友好感,始终作为朋友,又愿意跟她聊天,一定要有点好感。 但我也有底线,就是,Lily,罗赵辉,已经有家世,她甚至介绍男仔给我时。 当年冯波,罗赵辉公开了一堆艳照,却是没有樊一铭的份,后来她投资失利自杀不住住院,樊一铭一眼失失,可见两人即使没爱过,也有真感情。 直至2011年罗赵辉与东莞一间律师楼猝死,当时的樊一铭已经很久没跟她来往,直言觉得难以置信。 他公开过的恋爱对象只有何宝生,两人1999年拍摄《五状元苏灿》时假戏真作,偷偷交往。 即使何宝生的身家一点不输神童辉,父亲从事物金业,资产据报数百亿,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 何宝生加入演艺圈后拍过20多部电视剧,最为为人熟知的角色是吕宋贤版《笑傲江湖》中的林平之。 不过樊一铭和何宝生终归有缘无分,据说两人在一起时何宝生蒙起了对佛学的兴趣,两人最后分手,而后者更在2005年与大宇山宝林禅寺出家,反号道生。 对于这段感情,樊一铭亦不愿多谈。 樊一铭亦不愿多谈认。 樊一铭亦非常有意气,点解涵响,其实是因为2011年一代武打明星的刘家辉中风后,被家人抛弃并锁前,更遭到同事的背叛。 身份好友的艾尼健壮后出钱又处理 照顾对方起居饮食 因而又传两人是老夫老妻关系 后来樊一鸣接受访问澄清 他跟刘家辉师傅交情不算很深 只是自己年纪少体弱多病 懂得护理知识才仗义帮忙 他又知道刘家辉女助手账目不清 甚至失去踪影 他便连日奔走 终于找到助手并亲手递上法庭传票 还拍摄坐时 也许是过去人生经历 令他游活女侠心肠 同时他又读信道教和佛教 道号敏官 法号道敏 他曾笑称 就当我满天神佛吧 一个爽朗 仗义 有过去的女子 虽然已经46岁 但美貌依然 所谓心善则美 祝愿他往后的人生风平浪静 并找到幸福吧